那如果說我想延伸出去 比如說請各位今天這個資料從哪邊來 OK 那其實基本上我們現在做大數據分析 大概流程是這樣 第一個就是從外部抓資料 那外部從哪邊呢 當然你開放資料是一個來源 或者從什麼 從網頁也是一個來源 所以假如說我今天 我要抓取網路資料 那一般我們叫做爬蟲 現在很夯的一個東西有沒有 也就是以後你可能 至少我覺得你畢業之前 可能要了解什麼叫爬蟲 然後你可以大量去爬取網路上的資料 因為這是大數據資料來源 而且有些資料每天都在變動 你不可能用眼睛去盯著看吧 所以通常是什麼 你會透過爬蟲的方式 去抓取網路上的資料 然後利用程式去幫你做判斷 當它如果有產生異狀的時候 你再去做後續的一些處置 另外第二點就是說 如果你可以寫出爬蟲的話 等於是說你可以24小時監控 因為程式你只要電腦不用關的話 你隨時都可以一段時間 或者是說什麼時間 去Check一下某個網頁 某部分資料是不是有異常 而且可以不像人工一樣 人工要隨時24小時一定要下班 但如果電腦的話沒有下班的問題 另外的話呢 電腦也不是只能監控一兩個網頁 你可以監控全世界的某一類型的 全世界外匯好了 全世界股市好了 有沒有 那如果你把程式寫出來 這些事情其實就可以很簡單 而且可以做很多事情 甚至你可以從中獲得一些利差 像如果要做投資理財的話 其實這當中就是有一個價差 那你可以從這價差當中 可以獲取一點利益 如果你這個利益把它放大的話 基本上其實就蠻大的 這個地方你可以了解 像華爾街為什麼那些分析師的薪資這麼高 高到真的嚇死人 他們絕對不用人工的 絕對都是用程式來解決 所以現在其實有個趨勢 假設你要有好一點 薪資高一點的工作 可能多半都還跟城市有點關係 不管是各行各業 像現在金融業的話 現在在推Fintech 就是數位金融 我前面跟各位講過 所以這些如果你會的話 我想將來的話 應該是還蠻吃香的 那只是說我們要怎麼做 首先的話 我們第一個 請各位找到雲端白板上面 有一個範例 叫大樂透歷史資料下載 那瓜糊有個get 另外還有一個是 其交所的外匯資料 叫Post 那之間有什麼樣的差別 各位請可以看一下 你可以點擊這個連結 大樂透歷史資料 那這個就是我們樂透採延伸之後 它改成叫大樂透 那其實規則並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只是說呢 把樂透採的規則 本來1到42號變成1到49號 等於是多了8個號碼 多了7個號碼 OK 那其他的話 一樣6個號碼加一個特別號 那每個禮拜好像開兩次吧 OK有沒有 從2012年的11 就上禮拜五 有沒有 禮拜二 上禮拜二 然後呢一期一期開 那你會發現呢 這邊就有一個歷史資料 總共的話第一頁 第一頁就是現在這一頁啦 第一頁就是這一頁 然後一直到哪一頁呢 到61頁 61頁在這裡 那一直到哪一天呢 到2004年的1月5號這些資料 有沒有 那以前的做法 假如說我今天需要 我有個需求 我希望呢 能夠把這些1到61頁的資料 有沒有 快速的幫我把它放到ESale裡面的話 欸 該怎麼做 那以前當然啦 如果你實在不知道有什麼方法的話 你可能變成說 你需要什麼 選取有沒有 一頁 然後複製 再貼過去 有沒有 然後再下一頁 複製貼 複製貼 那你變成每天都 假設啦 你有些資料 每天都會更新 那每天你又要再來一次 那豈不是的話 那這效率實在是太低落了 所以這個時候呢 你就可以想到 如果今天會有一點爬蟲的話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 不需要做這些事情 所以今天的話 第一個部分就是說 我要怎麼樣 可以做完這件事情 並且透過VBA來完成 OK 那首先你可能要先觀察幾個地方 第一個請你點擊這上面之後的話 點擊哪一個呢 點擊第一頁 那你會發現第一頁 跟點你第二頁有什麼差別 你可以觀察一下上面網址 有沒有發現 如果你在點第三頁的話 有沒有 看會差在哪裡 有沒有發現 上面這個網址有沒有改變 哪個地方改變 有沒有發現 就這個關鍵的 那所以呢 如果今天呢 能夠有個取得網頁裡面的資料 然後並且這邊丟一個變數給他 那也就是這個地方 數字如果是1到61的話 那我時不時就可以怎麼樣 先抓第一頁 抓完之後再抓第二頁 一時類推 每一頁都幫我 逐一的把它抓下來 這第一個 那各位可以發現 這個網址 特別是網頁我想應該大家都沒問題 特別是它上面有固定的結構 也就是說呢 上面前面是它的網址 斜線後面 這個問號前面 這個就是它的程式 有沒有 它的程式是用ASP寫的 OK 技術的話是ASP 那跟各位講 ASP這個技術 跟我們現在學的VBA 是系數同門 它其實都是用VBA VBA的語法寫出來的 只是說一個是放在Excel裡面 一個是放在一個Server上面 一個主機上面 那後面你會發現 這個是Index Page等於是它的參數 那Order By也是它的參數 後面的話帶給它什麼 中間加一個End 這個就是它的固定規則 也就是它把什麼 把相關參數在網頁上面 可以讓你看到 OK 這個是 那這種技術 我們給它一個名稱叫Get 那你想說Get 另外還有什麼呢 那另外呢 大家等一下有時間的話 可以參考一下 我放在上面有另外一個 齊交所的外幣匯率歷史 也是個歷史資料 那這個資料是從那個 開放資料裡面的 什麼 外幣資料去找到的啦 因為裡面有人講說 如果你要歷史資料的話 你可以到齊交所的外幣匯率歷史裡面去找 但是這個網頁 你會發現它可以讓你查詢 有沒有 比如說我要查這一天到這一天 你按下送出的話 它會從 比如說我換一個日期好了 換成9月好了 OK 9月1號到11月23日 如果你按下送出的話 它會自動幫你把資料又查回來 有沒有 9月1號到11月23日 這個Range的資料 它會自動幫你跑出來 可是喔 各位可以觀察一下 上面按下送出之後 理論上應該上面會有一個變動 有沒有 剛剛不是有個程式 後面一個問號對不對 然後一個第一個參數 可能就是這個參數 第二個參數 可能就是這個參數 後面中間加一個end 有沒有 等於什麼 等於這個資料丟過去 等於這個資料丟過去 但問題你會發現喔 奇怪 它上面怎麼跟剛剛的規則不一樣 其實跟各位講喔 這個方法就要POST POST啦 那也是說呢 以後如果說你遇到不同的網頁 不同的網站的技術的話 你可以有不同的對應方式 那我們當然主要是希望各位了解 這個網路上面的一個資料 那我們有這個概念之後的話 待會我們來看 如何 第一個問題喔 如何把大樂透的歷史資料 全部下載下來 總共有61頁 該怎麼做喔 那請各位先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喔 那延伸喔 我們主要是希望喔 第一個我要抓取資料 OK 網路爬蟲吧 第二個的話呢 我要知道說 在所有的歷史資料裡面 1到49號呢 到底哪一個號碼喔 開出來的 這個機率是最高的 OK 1到49號到底哪一個號碼最高 當然我們不是用亂猜的 我們是真的有評有據的喔 而且喔 除了大樂透之外喔 像前一陣子喔 那個威力財喔 上看獎金好像 上看多少 13億還是多少 有沒有 那其實如果你對其他財喔 有興趣的話 其實做法都一樣 你可以把網路上的資料呢 快速的把它截取下來 喔 但是 該怎麼做 比較簡單 我想待會的話 我們再逐步跟各位說明 OK 喔 那今天的話呢 我想原則上就是把那個大樂透喔 這個網站資料把它抓取下來喔 那請各位先大概了解一下這個 這個